花了多少時間就是等 等一個瘋狀 等不到一個月 微型攝像機記錄的罪惡 暗訪北京武警總醫院 2018年11月 于明帶著微型攝像機到甘瀋醫治大戶 北京武警總醫院暗訪 在繁忙的後診室 幾個腎醫治患者和家屬 告訴于明 在這裡移植器官很容易 只要你配型沒有問題 不到一個月的時間就可以換上 如果配型好 說不定第二天就能換上 這個男的患妙瀆症 一個月就做了肾移植 花了人民幣35萬 這個月還會 我不知道 這是等著要喝的 這是等著要喝的 我也 真的那邊有錢嗎 不是啊 不是啊 哦 那像那邊啞子錢 你看這配型啊 有些要趕好的地方 就算了人也能換上 是吧 是吧 歐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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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歐型的還得加 歐型的還得加 那就花了多少時間 就是等 等著什麼 等不到一個月 哦 不到一個月 是吧 心情很沉重 剛才採訪了幾個 腎臟移植手術的人 在這裡邊很簡單的 不用一個月就能配上腎原 35萬左右一個 歐型學比較多一點 歐型學可能還要加十萬 加班加點兒 估計移植 醫院也在搞促銷 供體豐富 可以指定日期移植 眾所周知 現在世界範圍內的 可移植器官短缺 在其他國家裡 一般都要等數年 才可能等到一個 合適的器官 而在中國 居然不需一個月 或更短的時間 甚至還可以指定日期移植 這些器官都是來自哪裡 中共承認 曾經從囚犯身上 取下器官 並聲稱在2015年 停止了這種做法 在臥底拍攝後一個月 俞銘逃離中國 來到美國 他認為 器官仍然是從良心犯身上 強制獲取的 俞銘說 北京武警總院的醫治醫生 他們自己介紹 就是一般的年輕大夫 都做了800餘例肝臟移植了 多的都做幾千例了 俞銘調查到的這條敏感消息 同追查國際 電話調查到的很多資料 基本吻合相互作證 有力地戳穿了中共 對外公布的虛假的移植數量 據隶屬天津市政府的北方網報道 天津市第一中心醫院 器官移植中心主任 北京武警總醫院 器官移植研究所所長沈中陽 其團隊的肝移植縱數 從1999年的24例 增長到2002年的209例 而從209例增到1000例 只用了2003年一年的時間 截止到2004年4月 沈中陽主持完成了肝臟移植1000餘例 佔全國移植總數量的一半以上 至2005年3月 沈中陽完成1600例肝臟移植手術 居世界前列 也就是說 沈中陽在不到一年的時間裡 完成了600例的移植手術 平均每天有2到3例 追查國際發言人汪志遠說 沈中陽對患肝已近乎瘋狂 被外界稱為披著天使白衣的魔鬼 此外 沈中陽利用軍民兩棲的特殊身份 不但可以隨意取拿來自看守所 勞教所和監獄關押的 數十萬法輪功學員為主的 良心犯的鮮活共替 他還有批發權 他常以講課臨床指導為名 到中國22個地區 66家的軍隊和地方的醫療系統中 推廣建立器官移植業務 培養大量的移植醫生 幫助消化各地活共體力的庫存 沈中陽培訓的大量年輕一代移植醫生 已經成為各地器官移植的骨幹 他們在第一線的移植重量巨大 沈中陽因此又有殺手培養者的稱號 該院的器官移植研究所副主任醫師王建立 現任肝沈移植代組組長 2008年前後 他對調查員說過 原來我們以肝移植為主 北京的武警總院 或許是全國移植醫院的一個代表 一個縮影 他根本沒有因為活摘器官罪惡 在世界曝光後 受到國際社會的譴責而有所收斂 法輪功學員余明 貌似拍攝到的移植器官視頻十分珍貴 曝光了中共火摘器官現狀的首份視頻資料 是對中共罪行的有力指控 這也是項調查中共火摘器官的 英國獨立人民法庭提供有力證據 英獨立人民法庭詳細審查了 包括漁民指控在內的所有指控 於2019年6月17號做出轟動世界的終審判決 判決中共犯下反人類罪 獨立人民法庭裁定 強摘器官得到中共政府批准 法輪功學員是強摘器官的主要受害者 現在波及其他信仰團體如維族等 法庭結論 強摘器官至今仍在繼續 獨立人民法庭終審判決 可為世界各國政府乃至國際法庭直接採納 令中共倍感震懾與恐懼 指控制民法庭 默字 法兰